我们来关心最新消息 苏家全被爆料说 农业用地用760瓶来盖农舍 邱宜同批这根本是烂权 我们交给记者朱涵瑜来告诉我们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涵瑜请说 好了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家全呢 在屏洞长治乡的农业用地到底是不是违法使用呢 那么的 今天立法院的时候 国民党立委邱宜则是拿出了最新空照图 来指证苏家全违法使用 我们看一下这段说明 你今天苏家全口口声声讲 照顾农民啊 重视农业啊 农民要公平正义啊 要照顾老农啊 你对照苏家全的 违反农地农用的大豪宅 假农舍真豪宅 这不是绝对的讽刺吗 有各种美观啊 各种美景啊 这叫做假农舍真豪宅 对照人家旁边的农地 这块农地全部农用 这一块农地农舍只有这一点点 你苏家全你不觉得丢脸吗 你违法违到公然 滥权违法的程度 你不觉得丢脸吗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听到呢 根据立委邱毅表示呢 其实在屏东的这块地 苏家全的拥有权状大概是760坪左右 那么按照农业用地的农舍新建办法里面条例来讲呢 其实在农业用地里面只能有十分之一可以拿来盖农舍 换句话说760坪的土地呢 大约只能有76坪的用地才能够拿来盖农舍 但是在苏家全这一块农地上面呢 几乎一整片全部都是拿来做一个豪华庭园的建设 不过除了邱毅打苏家全的话题之外呢 另外在立法院这边另外 也是引人外界瞩目的一个话题 就是昨天晚上呢 在空军司令部有下市颁奖举枪轻声的意外 那么刚刚国防部有司空军司令部的中将呢 来到这边被试呢 他表示目前已经在做后续的调查 那么根据最新的了解呢 初步原因大概是这一名下市颁奖呢 疑似心理压力过大才会造成这场意外 以上就是现场最近状况 把镜头交还给侯内主播 好谢谢韩云家立法院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